以他的說詞 兩年前他是退休 我結果想到林婷謙 哇 一個切入底線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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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位背號十二號 前鋒身高一百九十二高分 野獸林智傑 信安 第一步的切入左手 拉桿沒進 但智傑吵到籃板球 對 對 算 還是客氣的 這兩個前後期的飛人 其實陳信安現在的 球員把男某女 鄭女跟吳戴豪給換上來 對 不過說真的 必須換陳信安來 因為他是唯一退休室 臉色已經蒼白了 對 還知道他休息了 環境挑戰自己 輸贏其實不要看得太重 沒有永遠的贏家 也沒有永遠的輸家 這也有讓我想到 信安也身為台灣第一人 去挑戰NBA的球員 然後到目前 也有林智傑這樣帶領大家 開始了 好CBA的 都能想的 那年輕世代也開始外線 年輕球員 尤其是世大運表現不錯的幾名球員 黃鴻瀚也上來了 哇 林廷前馬上就 會用三分球跟老大哥說 你開玩笑的 所以前面如果就算最後我想第四節 大家可能會真的很認真來評審 當然當然除非分數拉開 不過這樣的比賽 其實老油條 黃鴻瀚是不會被拉開的 林廷前 黃鴻瀚是兩個人搭配 對 因為他們在美國非常榮耀 那你覺得在你打過這麼多場國際賽 代表台灣的時候 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場球是什麼 哪一場 印象最深刻 其實就是當年一個工牙運的時期 好像也被大家發現說 好像在新生公園還是在哪裡 鬥牛 對 他也算是一個未來之星的未來之星 是是是 哇 智傑的過人 我們看到林智傑這個動作 他一個在守楊靜民的時候 楊靜民頂不進去 對 所以如果陳昱靜來守他這樣的動作 兩個人的動手真的會蹦出火嗎 我就看 盈俊到底 如果在低位能不能扛住野獸 其實兩個低位單打我覺得不精彩 在高位兩個人 高位全部拉開一下 打起球來還是蠻開心的 林廷前在下半場馬上抄到球 最後沒有扣籃啊 最後沒有上籃得分 本來想秀一下 不過這腳步沒有踩 阿三哥 三哥也不放棄再繼續徵招林智傑的那個球 所以很多人都會問我們說 林智傑是從中華隊退休了嗎 我說 以他的說辭 兩年前他退休了 哇 我覺得我想到林廷前 哇 一個切入底線扣籃啊 是 哇 再打先才都破過 再為人蓋了一個定板 在打的 基奇呢 他想要去把這個球賽贏下來的一個決心 連續打了好幾波漂亮的一個快攻 智傑的快攻 轉身傳球再給智傑 轉手中拉開上籃得分 行銀流水的打法 就是一個漂亮的轉身傳球 再一個空籤 然後球一個 中間的這兩名小球員 吳詠聖以及林廷前 我們看得出來球場上 其實這兩個人持球的 攻擊系統形式最往生 尤其在美國打球 你把球傳出去 你別指望那些人 這樣切入扣籃之後 我想更多的球員想要秀出來 對肯定 一定是年輕球要踢起來 而且林智傑開始拿出來開球球 然後對方在晃過 其實太小看他們 一個不小心分數就被拉回來了 智傑被犯規了 進射 哇招牌的林智傑 球給智傑回來了 對 這個就是大家想看到的智傑 而且這一球不得了 他是先頂開對方 把球給打下來 可是在CBA打鼓十個年頭 不是蓋的 他對球的控制 跟身體的控制 他都做得非常好 把這球送進 而且M1加法 在今天拚戰了四十分鐘之後 林智傑跟陳英俊 最後也用手夾在一起的方式 結束了這場比賽 最後黃金世代 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八十三比七十五 我想今天兩隊的表現都非常精彩 尤其是就讓大家回味 過去在中華隊的一些老戰友 終於又有一次機會 一起在球場上拚戰 而面對這些未來也可以接下 中華隊棒子的未來之心 對 這就是一種傳承 這些人不斷用他的生命在寫故事